保佑之妹在美国的公共电视也看得到 美国老牌旅游节目主持人约瑟夫·罗森杜 过去十多次到台湾拍摄 他在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旅游节目 最新一季有两集以台湾为主题 最近节目入围日渐爱美奖 罗森杜拿着大甲正兰宫的竞香旗走红毯 参加颁奖典礼 他回顾起在台湾参加妈祖绕镜的体验 直呼触动人心 我们有避免来一公斤的空间 十多 Wenn you have people walking hundreds and hundreds 和100多的公斤花到夜间 去到各间宫派 拿到士特币照片 像你这样一瞬 我们只有在一周 就只去到一周 所以我只有去到一周 睡在人家里 存在饋作食物 给你喝了 这activity 約瑟夫羅森杜的節目主打深度旅遊 曾六度贏得艾美獎的肯定 他和身兼製作人的妻子朱莉羅森杜 走遍台灣和外島 認為人才是他在旅行中最感興趣的 它是在人類的 所以在那一段時間 我們曾經經過一段時間 去享受台灣的自然美麗 去享受它的文化 我真的相信 因為他去看不是走馬看花的看 他想了解說這個地方的人 為什麼那麼具有人性 這個地方的人為什麼那麼親切 那這個地方的自然景觀 為什麼這麼多元性 我想從這些角度來看 絕對不是一般走馬看花 外交部和交通部駐洛杉磯人員 也來到紅毯現場 對於藉由羅森杜的節目 把台灣美景和多元文化推向國際 獲得日間艾美獎提名 都感到餘有榮焉 這項肯定對我們來說非常的激勵 因為我們希望把台灣最美好的一塊 能夠推向美國 特別是主流的社會 可惜節目最後沒能報回講座 製作人透露未來規劃繼續介紹台灣 將在明年的節目中 以泰魯閣為主題 讓更多美國觀眾 一窺台灣東部的珍貴寶藏 再往馬上看